美飞兼命兼军演 近万名美军裂兵南海 中国果断出手 再次逼退 非一方传之 为期19天的美飞兼命兼军演 日前正在南海域进行 这次美国派了近万名美军裂兵南海 菲律宾则派出了5000多人 狼子野心 一看就知 但纸老虎再怎么伪装 它也只是纸老虎 中国几十年前就已经摸枪了美国的本质 所以就算美飞兼演正在进行 也没法阻止中国出手 这不 趁着美军来南海撑腰的当下 小马克思他又不老实了 在撕毁了君子协议之后 又派了两艘船只想非法亲闯中国的黄烟岛海域 根据相关媒体的消息 前来挑事的分别是4410海警船和3004公务船 中国海警也依法对他们实施了驱离 官方报道听起来与往常无异 但其实通过曝光的相关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中国海警又采取了发射高压水炮的方式 对靠近的飞方船只进行有力的回应 更有意思的是 这次我们还瞄准了飞方船只的雷达 甚至把那么雷达都给冲掉冲反了 而面对中国海警如此强硬的态度 菲律宾的海警只能在一盘干瞪眼 完全无力还击 从这次中国海警发布的通告中 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察觉到一个信息 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想跟菲律宾废什么话了 以前我们还想说对菲律宾船只进行一些喊话 让他们掂量掂量 你们自己后退就没啥事了 但现在既然你小马跟我耍赖 我们就不跟你们白费口舌了 直接水炮伺候着 让你们透心凉 如今菲律宾与中国彻底翻脸了 甘愿成为美国反华极先锋 小马克思此前虽然被谣传称要与中国开战 但是能有这样的谣言传开必定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 现在菲律宾政府率先背弃君子协议 否认人爱交运补薪模式 也算是变相的给中国一个机会 一个教训菲律宾还不会被人落下口舌的机会 说的直接点 就算现在中国解放军出手狠狠捏塌菲律宾一次 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中国有什么谴责 因为中国已经先礼后兵 是你菲律宾不识好歹 并不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一切的后果都得你菲律宾自己承担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 中国周边尤其是像菲律宾这种不稳定的因素正在增多 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 增强海军的实力 是迫在眉睫的事 这两天福建舰正在海上进行海事 如果一切顺利 最快明年就有望交付海军正式服役 届时我们的海军综合作战能力会有质的提升 而只会张口向美国要饭的菲律宾确实要小心了 再像这样跳脚的话 终究要体验一下我们电磁弹射五代机的威力 我们下期再见